养生长寿术,是由中国道家全真华山派内部历代掌门人单传至今的养生宝器之术。 近50年来,经由华山派第19代掌门编制中大师,第20代掌门编前进大师,归纳整理出来的91套完整的回春养生长寿术,统称为编世功法。 此代第一集,首先介绍战功正十二事,由中国全真华山派第20代掌门编前进大师亲自示范,由功法指导苏晓文女士、于斌先生、朱立英女士做分解示范,其余79套功法今后将陆续出版。 这套功法起源于东汉时期,距今两千余年,在汉书一文志中,就曾记载着安魔、导隐、胎息、壁谷、土纳、房中等数。 又如在道教典籍太清导引养生经中,也曾记载着赤松子彭祖所修炼的龟行法、宴行法、龙行法,也正如相传至今的龙游公、凤祥公、龟缩公等。 这套养生功法是中国道家根据中国的中医学通过历代道家潜心研究整理出来至今完善的。 共分91套功法。 现在目前已公布的有28套功法,其中有战功十三式、坐功六式、敦功六式和卧功三式。 这套道家养生秘工,在1983年,北京电视台曾做过专题采访,并在体摊巡礼节目中播放过20分钟。 1984年,人民日报曾登过这篇功法,其中提到,编制中先生所偿导的千古健身长寿秘术具有医药不能比拟的独特功效, 曾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关注和强烈反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也给予较高的评价。 公开拍摄的这部分,是属于历代君王宫廷内部所修炼的一套道家养生长寿工法。 它的其主要作用是能够达到防病、治病、趋病炎炎的作用。 它的最大特点是可以改善和提高性功能。 是属于历代君王宫廷内部所修炼的一套道家养生长寿工法。 中文中文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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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